我在做这个扑克牌的时候呢就是 这个英文已经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那个 我当时巴黎的一个朋友说我帮你看看吧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出来已经给那个德国人英文人都看过了,我说能看懂吗?他说能看懂 因为这是一件作品,不是扑克牌,不是写书,你这个翻译要求多么的准确 因为这是一件作品,作品就是说大家能看懂,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作品就可以了 这里头余在清是那个体育总局副局长 又兼任的就是那个国际奥委会 那个副主席 所以就说我在他那个这个简历的后面,这一句就加上是中国共产党党 我加上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中共 在渗透到每一个民间组织里面的这些官员,他起到的就是渗透的那种一个作品 对国际组织都被渗透了 但是就是说 我在这个扑克牌里头有8个人 那个那个就是在国际组织里 你包括那个谁,你包括这个 李灵卫 你包括这个这个周继红 周继红是国际永延的副主席 已经第二任了 你是领队呀 原来你是跳约领队,领队就是政治委员呀 这些都是中共党员是吧,你说的这些人 杨阳是那反兴分级机构的副主席已经第2次连任了 这都是我把这个扑克牌里头那个那个 加上的,但是这个我这个朋友 就跟我说在 零印刷前 跟我说他他把那个他看完了给我 他说那个 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调整 但是我一看调整到哪就把这个8个人的中国共产党党 党员给拿掉了 那我就想 我就说 最后我们就不来往 他就说有什么误会呢 我今天就在这一块 我们的误会就在这 你为什么要拿掉中国共产党党员 对不对 你的私利比我老多了 你都是30多年的老名 老名了 老64了 是吧 你为什么要拿掉 你知道不知道你拿掉他 如果说你是给转交给别人翻译的 你为什么要给那个 翻译 检查完了以后拿掉这个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不来往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不来往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